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终端需求萎缩,台积电2023年资本支出预估约320至360亿美元,预期将在区间低值。外资保守看待2024年资本支出,预估将跌破300亿美元大关至250亿美元,比2023年减少20%。 台积电表示,针对明年展望,需等明年1月法说会上才会发表评论。 据统计,台积电近年来资本支出不断提升。2020年资本支出172.4亿美元。2021年突破300亿美元,年增65.4%。2022年增至363亿美元,年增21%。但2023年,预估资本支出约320至360亿美元出现下降。 其实,早在在今年6月份,亚西外资指出,台积电此前表示,2023年资本支出约320至360亿美元。 虽然近期客户对于AI抱有很大热情,但AI相关基础建设并不能直接转换成资本支出。 相反,客户可能将传统似似资源切换至AI方面,不排除下调预算的可能。 因此,目前来看,考虑到宏观景气风险,外资下调金,明年台积电资本支出预期。 2023年,预估325亿美元,降至290亿美元。 2024年,预估315亿美元,下降至305亿美元。 厂商指出,台积电资本支出在2022年创下历史新高363亿美元后,机名两年相对保守,但台积电对高阶制程设备的布局丝毫不打折。 厂商称,资本支出下修,反映当前需求前景不明,产业复苏力度温和,但手机、PC、伺服器终端需求已从底部回升,且AI需求未减,最坏状况已过。 特斯拉前些日子正在增加Dojo第一超级计算机晶片的订单。 Dojo第一是特斯拉专门为Dojo超级计算机设计的客制化晶片,由台积电代工。 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计划明年将Dojo第一晶片的产量增加一倍,达到一万片。 预计到2025年,台积电代工的Dojo第一晶片订单量将持续增加,考虑到Dojo超级计算机的可扩展性。 特斯拉使用Dojo超级计算机训练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完全自动驾驶系统的人工智慧模型。 随着FSD、自动驾驶出租车和Optimus机器人等项目的推出,Dojo超级计算机对公司运营的贡献可能会更大。 特斯拉增加Dojo第一晶片订单也有助于台积电。 据相关报道,台积电与特斯拉的交易使得与高效能运算相关的订单有所增加。 虽然特斯拉和台积电都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业内已经公开知晓这两家公司的业务关系。 特斯拉一直是徽达的重要客户。 有报道称,特斯拉最近启用了一款新的超级计算机,搭载了1万块徽达H100GPU晶片。 这个系统耗资约3亿美元,将用于各种人工智慧应用。 不过随着Dojo超级计算机的加入,特斯拉或许能够减少对挥达GPU晶片产品的依赖。 特斯拉人工智慧官方账号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Dojo超级计算机的帖子,展现了其宏大目标。 特斯拉表示,Dojo超级计算机于2022年7月开始投产,并预计到2024年1月,其算力将进入世界前五。 到2024年10月,特斯拉预计Dojo超级计算机将拥有每秒百亿一次,即100XFLOB的运算能力。 人工智慧晶片需求火爆,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产能不足,日前传出大客户挥大扩大AI晶片下单量, 加上AMD、亚马逊等大厂集单涌现,台积电为此及找设备供应商增购CoOS设备,增加30%订单量。 业界传出,台积电吊牌逐科12B厂,与数千人前去支援龙潭厂,蓝科18B厂,以解决当前的迫切需求。 据设备商估计,台积电CoOS年底月产能将达到1.2至1.4万片,2024年将翻倍增长,到明年底至少会达2.6万片,甚至超过3万片。 据台湾联合报的消息,随着台积电供应链扩大CoOS先进封装产能,这些中建模价格的上涨最终将推高该公司生产的AI晶片成本。 由于对AI产品的强劲需求,台积电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升级其封装产能。 该公司近年7月宣布,投资28.9亿美元新建一座晶片封装厂,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24年底将封装产能提高到每月3万片。 据悉,台积电正从新云、万润、红素、泰生、群艺等设备厂采购CoOS机台。 这些公司有望成为台积电CoOS产品需求增长的最大受益者,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交机及装机。 业界人士透露,台积电目前CoOS先进封装月产能约1.2万片,先前启动扩产后,原月产能将逐步扩充到1.5万至2万片。 而在此之后,追加设备进入厂房后,将使得台积电的月产能可达2.5万片以上,甚至朝3万片靠拢,从而令台积电承接AI相关订单能力上升。 由于相关产能升级,台积电的AI晶片也将迎来涨价。 此外,台媒指出,汇达是目前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最大的客户,订单量占产能6成。 近期,因应AI运算强劲需求,汇达扩大下单,而亚马逊、博通等客户集单也开始涌现。 考量客户对CoOS先进封装产能需求急切,台积电月前再度对设备厂追单三成,并要求在明年第二季底前完成交机及装机,明年下半年开始进入量产。 先进封装CoOS产能爆声之外,在台积电最先进制程方面,除苹果外,联发科、AMD、辉达及高通也确定将采用N3家族制程。 英特尔也在客户名单上,预计在2024至2025年间放量。 供应链透露,台积电明年下半年,三奈米家族含N3E,月产能将从目前约6万片提升到10万片。 据悉,台积电第一个三奈米制程节点,N3于去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强化版三奈米N3E制程,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之后还会有三奈米的延伸制程,共计将有五个制程,包括N3,N3E,N3P,N3S以及N3X。 据台湾媒体报道,得益于AI晶片客户集单注入,以及辉达、英特尔、AMD等美系大厂订单回温,10月起台积电各制程产能利用率将回升。 8多成熟制程已止跌,预估2024年起将逐渐回升,7奈米、6奈米制程产能利用率,自10月起渴望逐月回到60%以上。 5奈米、4奈米则略为回稳在80%上下。 另外,辉达下一代B100将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家族制程,且计划提前至2024年第四季现身。 由此可见,台积电三奈米加上先进封装Co-OS将是未来新的吸金利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